原标题,新年空中雄鹰沦落,宁可到退回欧选奖时代,阿根廷也不要中国战机,如果谈及阿和挺空军的话,我们也许会有一种可惜的感觉。 谁也没有想到,西日空中雄鹰沦落,曾经南美地区名列前雨,曾经在马岛战争中让英国舰队吃尽苦头的强大空中力量,竟然在和平时期逐步沦落了,如今几乎完全失去制空作战能力,现役机型之中,几乎仅剩下螺旋桨是飞机了。 超级军旗更让人们无语的是,阿根廷空军宁可倒退回螺旋角时代,也不要中国战机,我们曾经试图向阿根廷推销战机,主打产品就是肖龙战机,阿根廷方面也表示出相当浓厚的兴趣。 有关肖龙战机的引荐谈判中,可惜阿邦始终犹豫不决,超级军旗最终结果是拉和平空军旗构构肖肖龙,选购了阿军的二手超级军旗攻击机。 根据法阿达成的协议,阿邦以大约1500万美元的价格,引进五架超级军旗攻击机,注意它们都是法国空军多年前退役,连同它们一起出售等还有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大逼零部件等。 也就是说,法国人来了一次清库大处理,将手中可用的同款战机,及其零件等等,全部处理给阿邦,也算榨取最后一点价值。 A-4早已退役阿根廷,曾经购买了14架超级军旗攻击机,以装备自已仅有的一款航母。 他们在1982年,罗马岛战争中大放异彩,发射飞与反舰导弹击沁沉了英军,多艘军舰及运输船,意识是风生却起。 可惜,由于年代久远,阿军的超级军旗攻击机不仅所剩无几,而且基本到了寿命,压根没法维护了。 如今从法国获得二手获,还有零部件,也可以让阿军恢复一点元气。 据说,足够的这批战机,实际为经过现代化升级的型号,配备了夜市设备,可以激光尺导炸弹。 导航和攻击系统做过了更新,小龙但是最终的结局如何依然不好说,也许对此事需要在后面加一个,知识也许已经走了不少的程序。 法国逼着出口,阿方也确定要买,但是以阿方的实际情况,没钱,能否顺利交付相当成问题。 目前阿空军连训练都不一定能保证,有怎么可能采购新机? 以前阿根青空军曾经多次虚图已经二手战机,但是一次也没有真正成功过,所有的传言最终也仅限于传言了。 阿空军的主力机型,即便这个合同真正的执行,也算不上什么好消息,因为阿方只能接手别人逃派掉的装备。 至今出场超过三十年,理论上,已经寿命到期的攻击机,竟然比飞行员还要老,超级军起这样一款攻击机,能让阿核挺空军恢复多大元气。 实在为一个大问题,性能早已谈不上先进,数量少得可怜,仅仅无价,加上原有的平到一起,能不能超过十价都是问题,这能发挥多大作用呢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